嗨 大家好 我是Ivy 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会做几期关于葡萄酒小知识的一些讲座 那么在今天的第一期里面呢 我就要先来给大家说一说 关于就是什么是葡萄酒 何为葡萄酒 首先在这边大家一定要记住 葡萄酒就是100% 用这边的那个葡萄酿制而成的一种 带有酒精的饮品 100%由葡萄酯酿制而成的带有酒精的一种饮品 我们才能够称之为葡萄酒 那如果说是用小麦啊大麦啊玉米啊 土豆啊等等等等 这一些来酿制的呢 就不可以称之为葡萄酒了 所以呢记住一点 葡萄酒是100%由葡萄酿制而成的一种 有酒精的饮品 那么在这边呢我们想要告诉大家 葡萄酒它在发酵的一个过程当中 到底是怎么样来产生这些酒精的呢 那么非常的简单 我们呢在酿制葡萄酒的时候呢 就是由葡萄的果汁 葡萄汁加上酵母 然后呢演变成了酒精以及二氧化碳 在这边呢大家可以这样子想啊 葡萄汁里面呢有很多的糖分 因为呢你把葡萄榨成汁了之后 它的糖分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多 你可以回家试一试 加上酵母 那么呢酵母在这边呢 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我们这样子想象啊 酵母呢就是一个非常贪吃的小朋友 它呢被关在了一个密封的罐子里面 里面充实着所有的葡萄汁 甜的那个果汁 那它又非常贪吃 它就在这个密封的罐子里面 一直吃吃吃吃吃吃 吃那个有糖 那个糖分 所有的糖果 那么当一个人啊 我们就把它酵母当成是一个 贪吃的一个小朋友啊 小朋友吃多了之后 你吃多了之后 会产生什么呢 你吃多了之后呢 你会有上厕所对不对 你会排泄是不是 那么排泄出来有排泄物 以及你还会什么 你吃多了之后会打嗝 甚至是放屁 那就是排泄出来了一个排泄物 还有一个气体 那么呢酵母小朋友呢 在这个密封的罐子里面开始吃糖 把糖全部都吃完了之后呢 它就开始有酒精的排泄物分泌出来 以及产生它的排泄出来的气体 称之为二氧化碳 但是呢我们人吃多了呢 可以自己去上厕所 但是去排泄掉 去消化掉 可是酵母是在密封的罐子里哦 排泄物你看啊 又有二氧化碳 又有酒精 吃多了 喝多了 又放屁 它在里面怎么办 懵死了呀 是不是 它一定会在里面 被它自己的排泄物给熏死 所以当酵母把所有的糖分给吃完了之后 在这个密罐的一个罐子里面 充施着它的这个酒精跟二氧化碳呢 它就被熏死了 它就死掉了 当酵母死掉了之后呢 哎 我们的葡萄酒的一个酿制的过程 就已经就完成了 那在这边给大家提一个醒啊 葡萄酒酵母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会死掉呢 基本上在酒精度达到15度的时候 它会自然死亡 15度自然死亡 嗯 那么其实呢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哎 有的地方 哎 为什么酒精度这么低 酒精度这么低的另外那个原因就是 它的糖分不多啊 如果那个葡萄酒的糖分不多的一个情况下 哎 我糖已经吃完了呀 没有东西吃了呀 不就饿死了吗 所以呢 在糖分吃完的一个情况下 它分泌出来的酒精可能只有12% 但是已经糖分已经没有了 所以呢 它呢 就提前的被饿死了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呃 还有一个就是提前 呃 让酵母死亡 或者说急速的冷冻 把它给冻死 然后 哎 这也是一个方法 让原本有的那个糖分继续残留在我们的那个葡萄酒里面 那也就会形成一个叫甜形葡萄酒 那如果酵母把所有的糖分全部都吃完了之后呢 就是变成了干形葡萄酒 在这边呢 这个就是葡萄酒的 葡萄汁变成葡萄酒的一个酿制的一个过程 大家有没有学会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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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